万万没想到往豆腐里淋入两个鸡蛋 出锅竟然这么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块老豆腐 先把它切成两公分左右的厚片 然后再从中间切开一分为四 切成正方形的小方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往小碗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滴入少许料酒去腥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这里我们要多给它搅拌一会儿 搅成细腻的鸡蛋液 最后搅拌至用筷子挑不起来就可以了 先放一边备用 准备两根小葱 将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把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里面 再把葱叶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里面 接下来准备一根红椒 麻子去掉不要 然后从中间片开一分为二 再一分为四 然后斜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青椒去紫 取一半就可以 然后对半切开 再一分为四 最后也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和红椒放在一起 下面我们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食盐 一勺白糖 最后再加入半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调料搅拌至融化 搅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把鸡蛋液慢慢地倒进豆腐里面 把碗晃动一下 使每一块豆腐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 晃动均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把锅烧热 倒入多一些食用油 油热后把豆腐和鸡蛋倒入锅中一起煎一下 用铲子整理一下 让每一块豆腐都能受热均匀 然后先不要动它 煎一分钟左右 把底部煎至定型 凝固以后我们再给它翻个面 把另一面也给它煎一下 煎至一分钟左右 晃动一下锅 豆腐能在锅内自由移动 就说明底部煎好了 然后我们再给豆腐翻个面 继续保持中火煎制 就这样勤翻面 让豆腐受热更加均匀 一直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 像是瓶中这样就可以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 不用刷锅 再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放入一小把花椒 炒出香味 炒香后把葱白倒进来 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 然后再加入一勺黄豆酱 翻炒出酱香味 接着把我们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开大火把料汁煮开 煮出调料的香味 煮开后把青红椒倒进来 煎好的豆腐也夹进来 向它们快速翻炒均匀 让豆腐鸡蛋能够充分的入味 翻炒均匀后开大火把汤汁收至浓稠 烫汁快收干的时候 加入少许的水淀粉 继续翻炒 最后再把葱段夹进来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然后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 看一下豆腐经过这样煎制以后 表皮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而且里面吃着非常的鲜嫩爽滑 豆腐和鸡蛋这样做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如果您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